好 那么相关话题马上请进本台特约评论员李莉女士进行分析点评 李莉女士你好 你好 今天欧战是已经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了 在节目开始呢 俄罗斯固防部呢也表示说呢 到目前为止 俄军使用凯甲S防空系统 击落了一枚原点U导弹和多枚火箭发射系统的18枚导弹 另外呢还这个摧毁了56个乌克兰的军事目标 那么节目开始呢 您首先来我们分析一下目前俄军的这个战况战报 好的 我觉得这次呢和前两天相比 它可能主要的一点就是说 它是对指挥中心的打击更重要 因为大家知道呢 在昨天上乌克兰它有一个比较进攻性的行动 就是打掉了俄罗斯一个49集团军的指挥部 我们知道呢 这种打击呢 实际上对对方的通常的损失是比较大的 就是说一般来讲呢 这种战区类的指挥部 它相对是比较集中的 而且因为呢 它的指挥信号呢 比较就是频繁地发出 所以呢有可能被乌克兰军队所锁定 那么集群式的打击呢 很可能造成了几十名军官的这个伤亡 所以今天呢我们会发现 就是这个相关的暴行动呢 首先选择在就是打击对方的指挥中心 我觉得这是首先对于昨天行动的回应 因此我们看到 你看包括它这个81旅的这个指挥部 110旅的指挥部 实际上也包括呢 几个分散在前纸的指挥部呢 都遭到了这波次的打击 我觉得首先体验呢 就是打掉指挥中心 成为今天呢 整个军事行动的首先的一个特点 那么第二个呢 实际上打掉就是重装的集结阵地 我们发现这次上还包括呢 这个夜间的攻击行动 你比如说打掉了19个目标 这里面呢绝大多数目标 比如说仍然包括这个弹药库 包括火箭弹的集结地 因为大家知道呢 通常来讲火箭弹 比如说像冰雹之类的 它这个整个打击力度是很大的 就是说如果说一旦让它开启了 这样一个军事行动 那么给己方造成的损失会比较大 所以现在呢除了打 比如说一般的补给阵地 像是弹药库油疗库以外 我觉得俄罗斯呢 实际上非常明确的就是打掉呢 经过新轮的部署之后 为了迎接顿巴斯决战的乌克兰的主力 这个应该说呢 在这次行动当中体现的很充分 所以它的夜间打击呢 我觉得就是让对方实际上没有准备 因为通常白天呢 可能对于阵地的这个隐蔽 会相对是比较好 那么夜间打击呢 实际上就是我按预先的情报 获取以后 然后呢我就可以对白天的情报 来进行追加打击 所以这个呢 使得对方呢 他实际上没有更多的反应时间 因此我觉得呢 这次实际上对于重装备的打击呢 也是这次的一个比较大的亮点 那当然其他的呢 我们看到打掉了这个几十个目标 实际上从力度来讲 和前两天没有什么更大的不同 但总体上就是对于指挥所 包括重装备的集结地 实际上也包括下一步 它可能的这个战争潜力 实际上都是要有进步的削减的 因为如果不打掉它的主力 那么下一步 俄罗斯实际上本身在顿巴斯里区 我们知道现在推进的速度就比较慢 它上就是沿着这个接触线 所以呢 打掉对方的这个重火器 才能使得几方的行动呢 有更多的这样一个推进的余地 所以呢 今天应该说 整个的明确的就是这两个点